國民黨文傳會在發布新照片 是副主席夏立妍到廣東 和當地台商座談 現在更傳出在8月26號 夏立妍將飛往上海 和中國國台辦主任劉堅一見面 消息穿回國內 已經讓市長參選人先驚驚 一開始我也就呼籲夏副主席 在對岸能夠很堅定的表達 我們反對中共軍演的態度跟立場 以及相關的行程要公開透明 對面的過程當中 我期待的是能夠公開透明 讓國人能夠了解 就連國民黨最大諸侯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喊話要公開透明 畢竟夏立妍這十幾點附中 傷的可是政要參選的黨內同志 而就怕中央決策引起黨內反彈 本週即將登場的全代會 已經由黨員揚言抵制 黨中央更出手 研擬一新專案 不只動員黨公職出席 還要找三百位黨代表 當暗裝發言 藉此維穩 黨中央有力的建言 他們才要採取 那最主要可能就是要 維護他全代會可以順利 就是開會完成 朱立倫應該是從頭到尾 大家都想要打明 就是不滿朱立倫 強勢主導桃園市苗栗縣提名 傳出議長系統 串聯罷免朱立倫 才讓黨中央緊張 急著發布公文 推一新專案 朱立倫忙著建立微信 但此時聯合報報導 前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誇口 買通島內大批軍政高層 只要台海戰爭爆發 島內力量就會積極測應 雖然洪秀柱急發言澄清 報導空穴來風將採取法律途徑 但對朱主席來說 黨內麻煩真不少 近期我葉林超友誌採訪報導